今年文旦釉外销数量不但没有受疫情影响 反倒还创了新高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2608.67公吨出口 11号下午国内知名的食品大厂也向瑞乡的农友 收贡了338公吨文旦釉要外销到中国 县长徐正蔚亲自到场主持起运仪式 场面很热闹 一箱又一箱的文旦釉装满贵 在县长徐正蔚食品业者厂商代表 以及地方机关首长农员的见证祝福下 准备外销大陆各城市 花莲瑞水文旦釉又有再度进军国际市场 请启动 计划分配是这边比较多 原先预计80万斤 但是公司的计划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我们是做送礼市场 那我们有700家门店 我是不是在卖给别人 我们都是直接在我们自己的直销通路里面 卖给客户 县政府农业初表示 今年文旦又外销数量闯新高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2600多公顿的文旦又出口 而其中有超过半数是来自花莲 现见花莲文旦又农产品质 早已深受国际消费市场的肯定 其实每一年我们对于柚子的部分行销 我们都可以非常非常努力 这个业主 我们的上海原主 同事给张金玉 想欢迎来到 尤其是从以前的20货柜 后来30货柜到今年共47个货柜 我要谢谢员主 因为其实今年的我们的文旦又品质非常非常好 而今年白鹿节气到中秋节期间长 在外销订单滚滚而来的情况之下 花莲瑞瑞文旦又国内外通路销售顺畅火旺 民众若想要吃到好吃优质的瑞瑞文单用 可得要尽快透过各个平台来订购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